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跟進大陸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華為持續受到美國的禁制 於是已經鬧出晶片方 他們為了自救 竟然推出計劃要搞智能養豬 搞完智能養豬以後又要搞智能採礦 至於第二宗消息就是有大陸的專家建議 那些農村的盛男應該也是和城市的盛女配對 引來大陸網絡的一片反感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到底華為的自救情況是怎樣 華為說將會協助養豬場去應用物聯網 提供全感器等軟硬體技術平台 提供基礎設施的解決方案總體架構 並且構建智慧豬場現代化生產體系 全部都是假大空的東西 他們說這些措施將會使到科學防疫更加高效 能夠提高無人化的程度和生產效率 從而綜合提升養豬的效益 據了解這套華為的養豬系統 將會透過標準化和程序化 實現全感之監控 還有機械人自動巡邏等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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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大數據和監控分析 你養豬而已 不是養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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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平時監控人的東西放進監控豬 有AI識別 AI學習 AI預測 甚至是AI決策等等 相當進階的功能 無人化的程度是很高的 我也不知道他要來做什麼 AI識別就是識別人面 哈哈哈哈哈哈 豬面 你識別來做什麼 豬八戒 哎呀這些東西其實我自己覺得就相當無謂 因為你這些措施 如果放在美國的粗放式農業 有一大塊地方給你用飛機來耍農藥 那隻這樣就可能應用得來 但是東亞地區那個典型的農耕方式 就是intensive farming 就是雜藥式農業 在一大塊地區的地方 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資源 無論是中國 韓國 越南 泰國 其實都是類似的情況 因為根本上沒有一大塊地區 讓你去做到嘛 比如說你看看有些地方山區 他耕田都要是梯田 就是說他要適應現場的環境 用人來遷就地形 當然那個就是為之農耕業 如果你說畜牧業的話 其實都沒有很大地方給你搞的 所以你搞這些 又智能又成的 叫做無非找東西來搞的 因為你的晶片受到限制 如果你不是晶片受到限制 一早就去生產那些高端的手機 用養豬嘛 這些養豬就說要提高無人化程度和生產效率 我都很懷疑 究竟你現在在農村那裏 明明還可以養著一群人的時候 你還搞這些東西 提高無人化程度又怎樣 其實有沒有必要去這樣做 因為本身他養豬養得好地地 你突然說裁切了他 因為要無人化 他說去哪裡做事好呢 他在農村可能已經找不到職位 你說走到城市的時候 去做民工 現在大陸的經濟情況都不是很好 你哪有這麼多職位給他 尤其是農村人口的教育水平 普遍來說又不夠城市人口那麼高 你如果叫他貿貿然去城市打工 他能夠選擇得到的工種也很有限 分分鐘就變成了這個城市裡面的低端人口 造成了一個潛在的社會問題 所以無人化程度沒有什麼必要就不需要提高 農村也有些人養著更好 又說要提高生產效率我也是覺得有問題 大家記不記得在2019年中美打貿易戰的時候 當時大陸就說要不輸入美國的大豆 就要從其他地方輸入 但是同時他們又說要想辦法出來 就看看有沒有方法可以有物質 取代到大豆 因為其實他輸入這麼多大豆 不是人吃的嘛 主要都是用來餵雞、餵豬 用來做畜牧業的材料 你華為這麼喜歡去研究這些 不如你研究一下有沒有那種物質更好 不過我想也難一點 如果研究到應該是2019年的時候已經用了 所以現在搞這些其實是無謂的 而且退一萬步來講 就算你這套東西 什麼智能養豬、AI養豬是有用的也好 有多少農民可以使得起錢 或者捨得花這筆錢來買你這套系統來用 這些全部都是錢來的 他養豬的毛利都不高 你還說叫他買這個買那個 我就覺得這些是有些天荒夜譚的成份 另外他不單是搞智能養豬 搞一下又說要在陝西搞智能挖礦 我一看到這一宗新聞的標題 智能挖礦可能是高科技的東西 就是挖比特幣那些 原來不是 他的智能挖礦的意思是 就是說在那些礦業 真是開採的煤礦 什麼礦那些礦業 就增加智能的成份上去 華為就說這些智能技術的基礎就是共通的 並且宣稱在未來的兩到三年 能夠點亮千百個煤礦 鋼鐵廠和港口 總之現在什麼都智能 實際來說這些就是特朗普總統的措施 餘威仍然有影響力 因為他限制華為的智能 所以你就要搞到現在 智能什麼智能什麼智能 智能什麼智能 你如果是可以放寬買晶片 你馬上不用搞這些事情 當然現在拜登上任之後 似乎他也沒有一個意思 說要放寬華為 為什麼呢 很可能就是 當初擁立他上位那些人 幕後美國企業的勢力 可能他們都認為 不要放生字 因為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利益 那現在就不放了 所以現在華為推出的這個 南泥灣自救計劃 無非就是被迫來應對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另一宗消息 就是有大陸的專家 這個山西省的智庫發展協會副秘書長 吳修明 就認為要解決到農村的性男問題 就必須要縮小這個城鄉差距 促進城鄉人口雙向流動 使到城市的女子 不要把農村視為一個畏途 那就是說要把這個農村的性男 就和城市的成女配對 在這個過程當中 專家就建議地方政府可以採取適當的措施 盡可能去解決一些性別建構的難題 例如說把農村的性男進行技能培訓 輸出到女性集中的行業和地區 也都可以有些牽頭組織 跨區域這樣著橋商匯 哈哈哈哈哈哈 這些是19專家 實際上你這個所謂成男成女的問題 到最後還是解決不了 因為你本身就是性別失行得很厲害 現在說的男女比例是110多到100 是很誇張這個數字 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可以這麼懸殊 你搞到這樣的時候 他怎麼都有一批是性男來的 你怎麼配對都沒有用的 到最後也有一批人是配對不到的 配什麼對 一百一十幾個配過男的給他 所以這個就是問題的癥結之所在 當然現在取消了一鞋政策就好一點 以前一鞋政策的時候 那些人是照超聲波 照到沒有持固定的就下了他 再不是有些窮到超聲波都照不到的就照生出來 看見他沒有持固定的就放去別處 這些報紙都登過很多出來 過往的十幾二十年 只不過現在就改善了政策 叫做不要再搞那棵東西了 但是問題在一鞋政策實施下 所生出來的那班的孩子 現在都過去了認識分年齡 現在的難題就出現了 這個十九專家 叫人家農村盛男走去配城市盛女 當然想想都知道是不行的 一來就有個城鄉的差異在這裡 大家文化都不同 農村的那些 連公廁都沒有 就地解決的 或者當是天然肥料 還有這些地方 很多都是 文化又不同 教育水平又不同 可能有些城市盛女 是女強人來的 讀到大學畢業的 大專畢業的 你找個沒什麼文化水平的人 跟他配對 他都不會看得上眼 還有就是收入差異 城市的收入高過農村 不知道多少 還有一個就是社會地位的問題 農村始終來說更加保守 女性來說 一般沒有男性地位那麼高 城市又好些 所以太多的因素下 這個專家想的事情 也是天方夜譚 大陸的網民認為 由於城市的女性能力比較強 有較高的教育水平 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 在這個自我意識和覺醒下 對待婚姻 多半都是保持著不願意將就的態度 而且農村姓男和城市姓女的三觀 也是不同的 硬配對的時候 只會直接引發矛盾 並且不利於家庭的和諧 老實說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村姑嫁出城市 但是你說城市的女性嫁回到農村 我想沒有多少個 因為可能本身自己不願意接受 會降低了生活水平 我相信這裡說的農村姓男 就是收入水平不是那麼高 如果是農村暴發戶 怎麼會做姓男 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